靳姐说要带我去吃宵夜 然后就带我来到了这里 嗯 二十八一斤 看来老张很喜欢耗羊毛呀 你好 把这种香蕴啤酒 靳姐 你听着我干嘛呀 这样气氛有点尴尬 我来提个话题吧 我看你前两天幸福得好 是因为那个老张吗 呃 我好像又说错话了 得表现一下 靳姐 吃下 老张是我前男友 哦 其实你不是在门外听到了吗 我又不是故意听到 都得得下来晚期 要挂了吗 像是什么呢 还好我躲得快 我还没几天老婆 差钱说她是个老男人 那我明天就开了她 啊 千万不行啊 靳姐 啊 那就好 嗯 发小的消息 整整二十岁 当时不如都不同了 所以我们就私奔了 我只在走三天 小白就把我捋了 你他们才见呢 三一年感情又多过一地 算了 冰飞蓝天走业路可走不得到吧 那现在开一家小食店 是不是三一有吃 不是 是南桌拉面 去 那时候日子很真苦啊 但是我们觉得充实又幸福 来 吃下 好 谢谢姐姐 那后来你们为什么又在一起呢 啊 什么六丁 小黄啊 你知道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 不知道 很单纯 我能提笔控罗笠 我能提笔一路鸡 靳姐这回真的把我看遍了 实在运转 没过几年了 我们就富起来了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态 后来会出轨吧 哦 原来老张是渣男呀 这点我比他强 最讨厌别人 背叛我 靳姐 我绝对不会背叛你 好 相信你 好笑啊 又陪靳姐喝了一会儿 她和我说了很多关于她的事情 一瓶就倒了 还看自身是酒吧老板娘 靳姐 那你睡吧 靳姐 小黄 你别走 靳姐 这是啥意思 靳姐 你喝多了吧 嗯 不能走 靳姐 你真的喝多了 不能走 靳姐 你再让我揣你了 去你妈的吧 这种要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睡觉